我就不信我加事一提 那个小丽 用刘能的口吻你来一句 我感觉吧 他说话真有点像我 他为啥像我 他有时候说不上来 那个劲啊 刚才他说一句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挺流利的话 就是大长脸 我也给你教个大长脸 但后边不一样 大长脸 大长脸 有个尺寸一下 大长脸 你不是大舌头 你在把舌头让人咬看 大长脸 后边还有啥字 是 一会儿 这词解释还不好解释呢 来 你来 我告诉他 也是夸我的 你说吧 没事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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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献的 是 献的 你把真正的意思告诉他 你用语言来解释一下 这个 就是大长脸有点献 你 知道什么叫 献吗 完了 或者还得加个等 献的 这俩分个面 行吗 大长脸是献 大长脸是等 大长脸是等 等 对一等 献的意思 应该怎么跟他解释 献的意思 麻烦翻译来接 二端一个意思呢 就是 简容 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他还要去做 又还能 对 火 没有关系的事情 他还要去做 我对你简直刮目想看啊 拿给眼镜 我这眼镜都掉了 这都你都都解释 我是学中文的爸爸 刘雨淋 是学中文的 好吧 对 那个经过这一番交流 我们发现啊 之间的沟通真的很重要 对 那啦 接下来到你抉择的时候呢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环节呢 要给我们男嘉宾发一颗红心 你觉得这个环节 谁表现得最好 就把这个心 贴在谁的身上 来 那啦 那个那啦 你骂我两句 你贴这一个就行 不包括他 也包括我 一二三 他说我两句了 你还不能贴我 你怎么贴了他呀 真不够客气 真不够客气 为什么 为什么 小脸我太帅了 比小脸也很怪 对 对 最起码我比大长脸帅 那是准了 那是准了 但是我跟你说 那啦 你这样继续撒谎下去不行 我跟你说 这啥玩意你这是吧 我去哪 对 但是他们学的还很开心呢 不是啊 而且其他几位男嘉宾 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气馁 因为下面我们还有其他的环节 能证明你们 但是刚才这一小环节呢 我们知道那啦的中文啊 确实有进步 当然 你说的特别好 这样 我说的特别好